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特币价格呢 昨天是上涨5% 目前报价是8244美金 欧元兑美金呢 是继续徘徊至0.6730附近 欧元兑美金呢 一直就是下跌到1.1下方 那么石油方面呢 是继续轻微震荡 目前报价58块4毛4美金 昨天晚上呢 美国股市和欧洲股市有些分化 欧洲股市呢 是大幅上涨 目前德国指数上涨0.7% 报价120060点 而美国指数呢 是轻微下跌 0.5% 那么澳洲股市呢 是收盘价格外盘是6591点 昨天呢 是黄金价格是跌破了1500美金 很多朋友呢 最近非常关注黄金价格的走势 并且呢 也是持有了一定的黄金公司的股票 那么在宏观基本面上来讲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呢 英国脱欧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尾声 10月31号呢 基本上一定会有一个结论出来 那么中美贸易呢 双方已经是重启了谈判的节奏 目前啊 希望比过往呢 会有更好的一个乐观情绪 因为目前特朗普呢 在政治面上 他的主要矛盾呢 已经不是贸易问题 而是目前面临弹劾的风险 因此呢 一些小的事情啊 比方说是中美的贸易冲突 或者是逆差 贸易逆差 那么基本上呢 就会放在次要的位置 有可能双方会达成一个初步的共识 进而稳固特朗普目前的一个政治风险 所以呢 在政治层面上来讲 有关黄金的大幅的一个负面消息 基本上已经消散了 因此呢 黄金方面回调至1500美金下方 也是情有可理的合情合理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是长期 是黄金股票和黄金期货两边呢 建议大家双向对冲 那么股票方面呢 大家可以长期看涨 比方说最近的走势 黄金股票平均跌幅是5%左右 那么黄金期货呢 大家可以从1520到1530美金做空 那么目前呢 跌到1496到95美金附近 基本上也是盈利25到30美金 这样的一个对冲来讲的话 相对会将我们的整个的金融风险 降到一个最低的状态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最近还是跟了一些中国 或者是中国方面的股神 或者是大咖级的这个金融界人物 经常有一些沟通 那么林元呢 就是其中的一位 最近呢 我们和林元也有一定的沟通 那么他呢 在过去 已经是号称中国的巴菲特 为什么能有这样的一个奇迹的称号呢 主要是因为他在90年代初 刚刚进入股市的时候呢 是抱着8000块钱的资金进入到了这个市场 那么到07年金融危机之前呢 据说是资产已经是接近了20个亿 在股市上 那么目前呢 经过又是10年的一个折腾 目前已经身价接近300亿人民币 那么他的故事呢 也给股市中带来了很多的传奇色彩 包括呢 茅台股 它是从20块钱不停的加仓买入 一直到最近1000多块才开始不停的去卖出 这样的一个长周期 我相信会让很多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汗言 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讲 他们在100多 200多 300多 纷纷卖出这个茅台的股票 就跟我们大门散户做投资一样 很多时候呢 我们是发现股票赚了一点点 就抛掉 那么在涨的时候呢 我们又觉得很后悔 要买回来 结果呢 不停的买卖 不停的买卖 到最后呢 其实没有赚太多的钱 反而容易在最高点被套住 那么林安呢 有哪些比较值得 我们去学习的一些投资策略 或者投资逻辑呢 首先啊 他讲过一个句 我认为非常有梦想的一句话 没有100倍以上的收益 我不投 要投就投大的 那么这一个观点啊 在我们看来呢 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经验 这样的观点还是梦想的成分居多 但是呢 一旦大家从事这个行业 时间比较久 慢慢熟悉了整个金融市场 股票啊 上涨下跌 或者是宏观经济对股票的一个冲突 基本上我们会有一个相对的平衡状态 那么没有行业龙头的时候 我们要去买 因为未来呢 这个行业一定会出一个龙头股票 那么它在这个行业会有一定的垄断 那么就会有超额的收益 股价呢 就会成倍的上涨 离一旦龙头出来呢 就不需要再去关注了 因为呢 市场基本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成熟的状态 股价的预期回报就会降低 还有呢 就是很多人投的时候呢 我就不投 那么这个呢 跟巴菲特说 众人贪婪 我恐惧也是一样的道理 就是大家都在争相去投一个行业 或者是一支股票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谨慎 那么前不久呢 也有很多人投了这个礼矿 也有人投了大马股 基本上呢 后面最后进场的人都是被套牢的 其实呢 这个时候呢 就有点像散户心理和机构心理 我们要尽量让自己做一个机构一样的投资者的心态 而避免呢 像散户的这样的追涨下跌 一直被割韭菜这样的一个被迫 被动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价值投资领域 我们也是给出了跟人员相似的一个逻辑 那么就是行业加垄断 加乘业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会已经是反映出来了啊 很多澳洲的股票也是符合这三个逻辑 首先行业要选的好 那么行业什么叫好行业呢 就是它的市场基数足够大 不仅能在澳洲做 有可能还能走出国门 或者说是它的市场 整个的价值基数够大 能够支撑足够的一个市值成长空间 比方说房地产加上互联网 这样的一个行业空间想象力就会非常大 所以呢 Real Estate这家公司的股票 在过去呢也是涨幅接近一百多倍 啊 它也是一定的垄断 另外呢 成瘾方面比较出色的表现就属于afterpay了 先买后付这样的一个支付模式 啊 在我们六月份之前 包括六月份的大讲座都给大家讲到了 成瘾的模式会让这家公司呢 获取大量的用户 那么目前呢 公司股价从第一次推荐啊 十几块钱到现在的三十多块钱 已经接近翻倍 那么我们在投资的时候呢 要选择高速成长的公司 分享企业赚钱的乐趣 这个呢就是我们投资的核心啊 一定要把资本利得和企业能给我们带来赚钱这样的一个乐趣相结合啊 我们才会忠心的啊 去发现一家好的公司 那么高股价呢 也不等于下跌 很多人呢 说这个银行股现在七十多块有点高啊 CSL股价两百块有点过高 不太敢投 其实呢 股价的高低和股票的上涨和下跌 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很多先股呢 大家比较喜欢买 其实呢 也是因为我们有一点占便宜的心态 大部分人说呢 这家公司的股票股价比较好 是因为啊 它比较便宜 几毛钱 几分钱 那么这样的风险其实是比较大的 因此呢 我们看到好多公司 它会受到更多的资金追捧 那么股价呢 就会基于创出新高 再高的价格呢 也会有人进入 因为它啊 是能者多能啊 它会一直不停的去进行公司的扩张 但是呢 小市值或者是公司的股价过低呢 他们就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 去进行公司的运营和扩张 因此呢 公司的股价高低和股价未来的上涨和下跌 关联度并不是特别大 最后呢 在过去20年 如果这家公司的产品都没有降价 那么这样的公司呢 就是一家好公司 比方说奈何公司 比方说麦当劳公司 以及星巴克的公司 那么这一类呢 在美国上市的公司 在我们GoMarks都能做交易 大家如果是能够看到这些公司股价 过去三四十年的一个表现 就会发现 在过去 麦当劳也好 可口可乐也好 他们的股价呢 基本上是几十上百倍 几百倍的增幅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大家如果是想要报名参加 我们周日的讲座 13号在Gloom Waverley 11点半 可以通过视频下方的报名链接 以及呢 通过我们的电话 小助手来拨打电话 或者是通过微信报名 感谢大家